朱凱迪議員是第四次的一分鐘 在和平山鄉市委員會主席曾雪和去摸底之前 是不是已經知識他在橫州去經營露天的車場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都超越了我們講工程 不過有哪位可以回應一下 請葉承添總工程師 謝謝主席 實際上政府的確有按既定的程序 進行正式的諮詢工作 其實在2014、2015年間 我們諮詢了平山鄉市委員會 元朗區議會主席 是他知不知道曾雪和在經營車場在他摸底之前 請你繼續聽姚先生的回應 時間雖然過了 讓姚先生簡單回應 除了元朗區議會做了諮詢之內 我們在城市規劃委員會裏面 改劃土地用途的時候 我們有機會想給公眾人士發表他的意見 和積極參與 和他們正式陳述他們的訴求 我們重新就是 我們有做我們的既定的諮詢 多謝主席 朱凱迪議員是第五次的一分鐘 主席 我有好多問題問的 但我剛才有一個實質的問題 局方那邊是沒有回答到我的 所以我想再問到一次 就是在2013年的時候 就住橫州這個公屋的項目 你們走去跟平山鄉市委員會主席曾樹和做這個非正式諮詢之前 你們是否已經知道曾樹和在當區是經營著露天貨倉呢 葉先生 葉成 簽先 多謝主席 其實那個非正式諮詢 政府已經在不同的時段 不同的場合 已經向公眾詳細交代過這四次非正式諮詢過程 包括出席人士和他們提出的意見 主席 但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政府面對這些非正式諮詢的時候 是否不用處理相關人士的利益衝突問題 主席 主席 議員 我覺得這個問題 應該在其他場合再跟進 或者你再去信 相關整個部門 但公務小組 就真的不可能處理 直接和工程相關 下一位 梁國雄議員 第五次一分鐘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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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沒有理由的 特首不會這樣的 那怎樣 現在法庭問啊 梁國雄議員